吴磊和赵露丝宣布不想成为第二个搭档。 在伊泽令中国娱乐界震惊的声明中,知名演员吴磊和赵露丝宣布他们不想成为第二个搭档,并且目前正试图避免与对方合作。 吴磊和赵露丝是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两位名人,他们在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吸引了众多观众和粉丝的关注。 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消息已经浮出水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许多争议。 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吴磊和赵露丝都在官宣之前已经表现出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不快。 一些报道称,他们已经有意避免在新项目中见面和交流。 导致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尚未被公之于众。 尽管两人都没有发表解释,但粉丝们对这对知名情侣之间的内部问题感到担忧和好奇。 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关系,也可能对他们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粉丝们正在期待他们能解决所有分歧,并在未来继续合作。 在等待这两位明星正式回应的同时,吴磊和赵露丝之间的事件仍然是社交网络上备受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 文章以吴磊和赵露丝不愿再合作的震惊声明开头。 这让读者感到惊讶并对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感到好奇。 不想成为第二个搭档,使用第二个搭档一词来指出,他们不想成为彼此的合作伙伴,或在未来项目中不再合作。 这意味着他们拒绝了可能已经存在的合作关系。 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透露了两人在此决定之前存在的分歧和不愉快。 这些信息使读者理解到他们的决定不是一项正常的决定,可能在此之前存在着矛盾因素。 粉丝的好奇和担忧,文章提到了粉丝对导致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的关注和好奇。 这显示了粉丝对这对明星的深切关注,并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听到解释。 负面影响,最后,文章谈到了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关系,还可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 这让读者感到担忧,担心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可能对未来项目的影响。 杨颖消失四个月后高调亮相。 网友,太低估她了。 消失四个月后,杨颖的归来却让我们看到了她依旧璀璨的星光。 自去年一十月以来,受到风马秀事件的波及,杨颖在娱乐圈似乎陷入了沉寂。 但年后,她带着那张令人倾倒的爵士容颜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 如今的杨颖,风光满面,不仅高调出席各种活动,更是连换两套高定礼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以实力证明,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她的能力。 提及杨颖,她的名字便如同一根定海神针,在娱乐圈稳稳地树立着。 她的美貌与实力,让她在无数负面新闻中屹立不倒,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而这次风马秀事件,虽然对她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杨颖并未因此倒下。 相反,她以更加坚定的姿态,重新站在了舞台。 回顾杨颖与黄晓明的婚姻历程,两人曾经甜蜜恩爱,共同度过了近七年的时光。 然而,2022年,她们宣布结束了这段婚姻。 消息一出,全网哗然。 尽管外界对她们的离婚原因有着诸多猜测,但当事人始终保持沉默。 在风马秀事件后,杨颖的事业一度陷入低谷。 然而,她并未因此放弃,而是选择勇敢面对。 她与张嘉尼一同被禁言,但四个月后,杨颖率先回归,展现出了她的坚韧与毅力。 与杨颖不同,张嘉尼在事件后并未有过任何动态,社交媒体账号至今仍处于禁言状态。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在年三十,杨颖发布了一条迎新年的微博,迅速获得了百万点赞,粉丝们纷纷祝贺她的付出。 此后,她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 杨颖,这位红毯杀手,她的称号绝非空学来风。 就在近日,杨颖高调出席了香港国际影视界,并凭借其知名度和美貌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活动期间,杨颖换了两套高定,一套香槟粉把她整个人都显得娇嫩起来,另一套白色温婉大气。 得不得说,杨颖红毯杀手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 就在近日,杨颖再度登上热搜。 点开一看,仅仅是关于她的时尚资讯,便足以让人惊叹于她的商业价值。 在娱乐圈这片玫瑰园中,有千千万万个各式各样,姿态各异的玫瑰,但杨颖无疑是其中最为闪耀的那一朵。 这次的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风马秀事件不仅涉及到明星个人名誉和形象问题,也牵扯到了娱乐产业的运作机制和公众对明星的关注度。 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开始思考明星形象背后的真实性以及娱乐圈的道德底线。 同时,对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人们开始更加审视偶像文化和个人崇拜的盲从性。 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有很多人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有报道称,风马秀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当事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追责。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事件本身已经对娱乐圈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杨颖的归来标志着她的坚韧和能力,并展示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她的个人成长和付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娱乐产业的发展, 重新唤起了公众对明星的关注和热议。 事件的发生提醒着我们,明星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扰。 我们应该理性对待明星的形象,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一片健康、公正的发展环境。 此次事件的影响深远且复杂,它不仅触动了娱乐圈的道德和伦理底线, 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娱乐产业现状的思考和讨论。 我们希望这次事件能够促使更多的人关注和关心娱乐圈的发展, 推动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毕竟,娱乐产业不仅是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塑造一个充满正能量和健康向上的娱乐环境。 杨颖消失了四个月后,再次高调亮相。 这个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些人对她的消失感到惊讶,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行为。 他们猜测她可能在准备一些重要的项目或是在休息调整。 而有些网友则对她的消失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认为杨颖一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不喜欢过多地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生活。 杨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娱乐圈的焦点人物之一, 她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表和演技, 还有着出色的商业头脑。 她曾在多部电视剧和电影中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此外,她还活跃于各种综艺节目和商业活动中, 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因此,杨颖的消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担忧, 他们担心她可能面临着一些问题或是遭遇了一些困难。 但是,杨颖的高调亮相却让这些担忧一扫而空。 她以一身时尚造型出现在公众面前, 展现出了她依然活力四射的状态, 这让粉丝们感到非常欣慰。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杨颖的高调亮相表现出了一定的质疑和不满。 他们认为杨颖过于低调了这么长时间, 突然间又以如此高调的方式亮相, 有些让人无法理解。 有人甚至认为杨颖的这种行为是在炒作自己,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话题。 无论如何,杨颖的高调亮相无疑引发了媒体和粉丝们的关注, 她再次成为了公众议论的焦点。 对于她未来的发展, 人们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希望她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风采, 不断展现出更多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和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